台湾12到17岁的青少年接种第二剂变体疫苗的计划暂缓将会延后到两周之后再讨论 因为国内不少医生认为国外研究显示青少年施打第二剂的变体发生心肌炎的几率增加 国内疫情又相对稳定 要不要打第二剂的确可以再考虑 也参考英国香港调整青少年疫苗施打策略都只打一剂 而目前国内与变体相关的心肌炎个案总计有17例 指挥中心就强调会针对这些个案多加的观察 确证他们是否真正符合心肌炎 国内12到17岁青少年第二剂BNT战缓施打 陈时中亲自证实要掩护两个礼拜再讨论 就是怕青少年打第二剂发生心肌炎几率会增加 还要多多观察 在过往的一些美国研究也发现说 其实打第二剂会比打第一剂罹新肌炎几率也高10倍以上 其实国内的疫情现在比较趋缓 所以校园都大规模施打BNT第一剂的疫苗 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要不要考虑打第二剂的疫苗 其实是可以再讨论 先前就专家提醒台湾青少年施打第一剂BNT后 心肌炎粗发生率约为美国青少年的两倍 一定要谨慎评估接种第二剂的风险 就连疫情比较严峻的英国香港都因为担心发生心肌炎 青少年没有接种满两剂BNT 台湾有可能比照办理就只打一剂吗 所以他们现在的决定是打第一剂打一剂为主 所以我们也可以朝向这个方向来去做考量 就是说有没有必要让这个青少年来打第二剂 那毕竟是不是还是力大于弊 截至11月3号 国内跟BNT相关的心肌炎个案 总共有20例年龄介于12到21岁 其中青少年有14名男性3名女性 一人还在住院中 指挥中心强调就是要确认这些个案 是否真正符合心肌炎 我们会持续的收集国外的相关文献 还有重新检视国内心肌炎通报的资料 青少年第二剂BNT到底要不要打 什么时候开打 学生跟家长都很关注 记得综合报道 好 好